我们来到天神的舞台街 好多人哦 你看就是这个 这是在排队吗 好哦 我们要来吃晚餐 结果到处都在排队 今天很冷又下雨 然后现在是晚上九点多 这是九点半 配合日本人的排队匠人精神 终于看到门口了 这家呢是吃沾面的 上次我跟我朋友来的时候 他自己来吃 他说很好吃 所以想说来吃吃看 因为好像在其他地方比较少吃 我应该吃苦辣的 那我选有蛋的好了 有蛋的 那你勒 因为想吃有蛋 那 那是点一个这个 好 有一个鱼干醋 有一个鱼干醋 还在鱼干醋 哇 我们要来进行最后的采购了 最后的采购要去哪呢 便利商店 因为那个饭店附近呢 三家便利商店都有 就是Lawson 然后Family 跟Saven 所以每一个都要去一次 先来到Family Mart 直奔我要买的地方就是这个 之前介绍很多次的这个仙贝 四宝 他们自己品牌出的一些小零食 他也在选我 欸我们买完了 全家的三明治区 这个感觉蛮厉害的 有卖出的 有卖出的 全家的甜点类 像这样 有一个雷神系列的 甜饼干系列 这个也是他们品牌自己出的洋芋片系列 但这些我基本上都没有吃过 因为我就是专供那些贝 他们都有卖一些生鲜的食材 还有橘子橡胶之类的 面包也是每一家的面包都长得不太一样 冰淇淋区我觉得每一家都长得差不多 这款松饼 我觉得蛮好吃的 好像可以买一下 这一区就是他们家自己家出的一些饮料 这边是冷冻食品区 也都是自己品牌出的 哇还有饭卷 炸物区 这旁边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这一区的感觉都很厉害 这感觉很厉害 可是果汁八种 你要买吗 第二站来Steven GoGo 新的饭团 饭团区长这样 然后它的面包区 都有草莓系列 这个感觉很厉害喔 我觉得Steven的熟食区有比较厉害 它的种类比较多一点 而且看起来比较好吃 就是这样 还有拉面 这些 之前我有吃他们家的小菜 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就是这种冷菜 然后这个玉子烧很好吃 推荐大家 我要买的豆腐棒就是这个 这个超好吃 哇出了这个浓抹茶系列 感觉很厉害 然后它的甜点这个感觉也很好吃 哇 Seven也有卖米太子 Seven自己出的甜点贝 Seven他们家出的都蛮好吃的 甜点贝 有一个那个 萊姆葡萄酒加生的本 这个好像跟白色恋人很像 对啊这个也感觉很好吃 对啊这个也感觉很好吃 Seven的榨幕区 没有果 我要再来买一瓶 最后一瓶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令人满意的纪念品区 就是这个很好吃啦 买个两个好了 每一家都有他们很值得买的东西 黑糖餐包 它还有出这种即食料理 感觉都很好吃 最后一站 Lawson 这一家Lawson我觉得很酷 它就是卖超多生鲜的 在这里 超多 然后我那天买了那个草莓 超好吃的 这一整櫃 全部都是它的生鲜 超多 还有哈密瓜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草莓 很好吃 可以买喔 而且很便宜 我觉得 然后只有Lawson里面 某些店会有五云两门的贵 在Lawson的冷冻食品区 我觉得它的包装做的很可爱 就是这种色调 还有马卡罗 自己出的一些下酒零食 他们自己出的零食类 都还蛮便宜的 才160 小小一碗 就这样 他们家出的油肉 我觉得很好 而且味道很多 我觉得Lawson他们家有这个小鸡块 就已经硬很多了 在炸物区这一块 小鸡块 无人能敌啊 炸物区真的Lawson是最厉害的 总类很多 哦 然后他们家有这个 我觉得超棒的 就是这个 现座区 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 这种现座便当 而且它是卖区 好可爱 吃早餐咯 不管再累 要吃早餐的时候都是爬得起来的 很累 对 没有什么人咧 好可爱 我还是拿这个木柏 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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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個盤子都做得好可愛 你就可以拿這樣子一整盤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他的那個種類非常的多 因為我現在是吃有點日式融合西式麵包 但是呢他那邊還有一些炊飯跟烏龍麵 還有那個茶泡飯 很多很棒 讚 秉持著買到最後一刻 我們進來機場登機口旁邊還有很多可以買的喔 因為我在福岡市中心很少看到賣這種伴手禮 所以想說進來買好了 你想要買福沙屋喔 可以啊 很可愛喔 還有這個小雞 對耶 但他很甜 我沒辦法吃這麼甜 這個之前我買過的小雞 他真的很可愛 這個是那個北海道的耶 這邊有賣 不是北海道 是北海道 對 感覺很厲害 喔對這個很厲害 可是他很貴 對 這個也是那個北海道的 巧克力感覺很厲害喔 這個牛媽媽也有 東京車站也銷售第一名 他有出很多不同的口味 東京巴娜娜也有 然後這個我很喜歡的砂糖樹 他就是長這樣 這個我覺得很好吃 他是明太子的鮮貝 然後很硬 我很喜歡這種口感 好多喔 我現在才發現砂糖樹有伯多限定款耶 草莓口味的 有沒有想說我不要買 但還是買一下好了 還有這個好可愛喔 你看看他 好像可以買一下喔 這裡面有7000 超多人 我可以理解大家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我自己也要來逛 最後一買 星巴克也有耶 不錯耶 日本就是一定要讓你 買到最後一刻 你看看他 先排隊 哇賽 我們要來吃馬鈴薯湯 就是妹妹指定要吃的 這一家 交通比較不方便 因為就是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家店 我們點了中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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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妹妹的韓國之旅 最後一站 要來樂天朝市大採購 相信大家都是一樣的 泡麵區 泡麵區 這個呢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是白湯的 不會辣 白湯雞麵 我很喜歡的 超麻麵 它的麵條很酥 很Q 餅乾區 如果要推薦給大家的話 我想想 我會推薦什麼呢 這一個 這個 還蠻特別的 它就是 青陽辣椒美乃滋 蛋白質的一個餅乾 哇 這個沒有好吃的 這一定很甜 但韓國人很喜歡吃這個 泡牛奶 泡牛奶吃的 它有點像泡麵香 然後你可以泡在牛奶裡一起 這個我很喜歡 地瓜脆片 但我覺得日本那個比較好吃 這個也蠻特別的 它的話是蜂蜜肉桂 有一點點肉桂的味道 然後脆脆的 也是甜的 我很喜歡吃這個 它是很薄很薄的那種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餅乾 那個餅乾有一個名字 然後加那個巧克力 我覺得很好吃很香 這兩個 我都還蠻喜歡的 這個是比較軟 這是軟餅乾 然後這個是比較硬 我都是吃 鹹口味的餅乾比較多 這一個也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調味料味有點太重了 這個我也蠻喜歡吃的 它是烤的洋芋片 它台灣好像有類似的 喔這個我很愛 這個跟這個 它是很硬口感的洋芋片 然後這個就是很硬口感的薯甜 對對對不要買那個 買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麵包我也覺得蠻特別的 而且它長得很可愛 它裡面就是巧克力跟麻糬嗎 蠻好吃的 妹妹要買這個 她覺得很好吃 這是玉米口味 這個就是一般的蜂蜜口味 這要烤一烤會更好吃 這個我很喜歡 它就是炸海苔餅 非常的刷处 一下就吃完一整包 哇 這麼多啊 出發囉 好多喔 哇 哇 哇 花椰子 對 搬搬牠 哇 哇 哇 可愛喔 哇